我们要去 我们要搜的地方了 我们就这么点 这边中间 走 走吧 现在我们分别要去 我们要搜的地方了 走 从这边 咱们两个去池塘 拜 我们两个先去 安卡先 看看他尾巴底下 是不是YSB的 嘿嘿 能不能接 走 那咱们分着搜 你搜那 我搜那 那个菜真的是炒月表 真的是 这都是大学食堂 那帮大妈实在是家里不幸福 导书的菜 这个酱料 就是普通的酱料 没有任何的 这个油 就是普通的油 没有味 筷子上边 没有什么东西 球签也修不出来 我 不就是 柯子 嘴巴 桌子底下有没有东西 又人开始玩倒你 这在大口里应该有吧 全是秘密 洗这么干净 没要动 糊弯 梵膏 兔子 你先搜一下 我去看看抖音 这是谁啊 你知道吗 这就不知道是谁吧 这张照片呢 是我们鬼大妈 跟她爸爸在一起的 然后呢 她跟她爸爸关系一看就不好 鬼大妈 2017年才毕业是吧 是在继校毕业还是怎么样毕业 她是个大妈 为什么2017年才毕业 学校大妈 她的头上 有一个绷带 上面还有雪 可能是被车撞了 被门挤了 类似的 它就是有这样一个伤 那个时间是 2017年1月1号 对 笔记本 小日记 几记本 几记本 什么都没有啊 不可能什么都没有啊 应该是 站哪儿 走 看那个 看那个 还是她爸的这儿 说12月我好想你 她爸已经死了 我好想你 我真的好恨 除了我没有一个人 相信你 不该相信你这个世界 后来呢 发现她一个日记本 日记本说呢 她爸爸去世了 她特别想她爸爸 后来我还发现了一个 她爸爸写的一个遗书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爸爸已经不在了 然后呢 说一直她都想等于好父亲 跟一个好医生 但是她都做不到了 因为她爸爸觉得 她没有做过的事情 却背负了一个 特别大的骂名 她找医院澄清 院长 却一直跟她说忍一忍 然后她说她真的撑不下去了 所以她爸爸就 也是 就呜呼了 乖白 嗯 你是刚才在这里面拔帽的 对 白 你看我 没没没没 我飞住一个 这女的谁啊 长得还行 好 好 景天 哎呦喂 读一下看看 什么都没有 员工宿舍找东西 这个拖鞋不错 嗯 你又花什么都要 有 那屋子大了 屋子薄 喝的都太太太 太紧了 我这把钥匙开不了就开不了这把锁吧 没有 没有 有没有把能药 我觉得我要是这节目常铸嘉宾 我就配把能药 能药 他走哪儿直接开锁 我不管你节目图说什么 这是谁 这俩谁啊 这是那个 这是屁的吗 这是 这是荣和 我 我咱们真意 真意识 这不用他 这是他们俩 他已经说了 这是谁的舞啊 这是荣的舞 是荣的舞吧 他俩的舞 结婚了 时间看一眼 1989年就结婚了 他刚才跟我说没有 哦 1989年是初生日期 2017年 去年结婚了 对 一年了 他不是新年了 刚半年了 孩子一岁了 哎呦喂 谢谢人家 哎呦喂 祝您平安 吓死我了 开这么大灯 还能被吓着 那还是真是有功法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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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拜拜 拜拜 您大胆 大大双峰 做女人好挺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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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刚才不小心 坐在这个椅子上 换个衣了 suf 什么 我们连接小的房间里 所有的话都这么阴心恐怖 而且都是那种 美国 美国恐怖片里当 对啊 有没有怪异的那种 你们在别的最后有atos吗 就看见了我们大妈的一些过往 大妈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大妈 大妈当年是个大爷 对 对 大妈当年是个大爷 大妈以前是个蛤蟆 这也没法划吧 叫爸爸 你为什么要找我媳妇的人 那是我女儿 叫爸爸 姐夫哥 姐夫哥说的都多了 什么 这是你媳妇啊 我也要疯了 幸亏咱俩没在一组 咱俩在一组能打起来 怎么了 我进了她房间 就看她跟我女儿在一起 还有个小孩 你还不知道这事 可是问题是 你不知道吗 我女儿没有跟我说 她在国外结婚的身上 你没见过父母 没有在国外 一直在国内 一直在国内 我塞这个案子已经开始 不处迷离了 我妈妈不处了 你们在那里那照片商老外是谁 你们先聊着啊 我是不是跟你说了 VIP房间不怎么样 我们这里还有个窗 真是不错 而且还有文章 你快快快快搜我 赶紧搜 把我的故事讲出来给你们听 哇塞 你命由你不由天 整形让你变新鲜 这么多套话 你看就是 你结婚了 孩子多大 孩子六岁 六岁了 六岁了 I love you 抽屉一个我都没有东西 这个都没有东西 这有了 这有一电脑 我们来看看这个电脑 这几个是谁啊 这几个是你媳妇 是 对不对 她媳妇 她是你媳妇 为什么她还跟她说要怎么 而且还那么客气 不不 这不是我媳妇 这不是你媳妇 这个 你也不是 这个时间不对啊 2017年10月31日 白患者的女朋友 其实就是我们核患者的女孩 然后但是呢 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发生 是在于 她知道她的女朋友去世的时候 是在7月 但是这上面写 她去世的时间是在11月1号 所以 辛仇旧恨 杀身杀亲 杀亲的这种仇恨 呼唆迷迪 让我这个当侦探的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哎 手机 这是你媳妇 这是你媳妇 应该是你 她还行啊 她跟她 我跟你媳妇 我跟你媳妇 这样呢 最后这个重点是在于 她要 嗯 不对 刚才讲照片就是你媳妇 然后我看就是这个 然后就是 就是她说她考试不行 可是我媳妇7月份就已经死了 她女儿有一个跟医生去咨询自己整容的一个 一个微信的一个截图啊 那么她这个时间 咨询的时间呢 是在2017年的10月31号 后边还有一个是 那个这个女儿跟她爸 跟她真正的爸爸就是和患者 有一个聊天的记录 她爸爸并不支持她去整容 然后这个时间是在2017年10月25号 来 翻 头柜加层 哦快 最狠的是在于 我们我在那个和患者的那个事 发现了一张道歉信 和小美 就是这个女儿 在2017年11月1号下午 因为出现了大的事故 事业过多已经死亡了 但是由于那个手术前签了无则协议 所以说居然让患者那个后果自负 组织医生毫某已经被我愿开除 希望您能够尽快平复失去亲人的伤痛 光这最后一句话 就够炸了医院二十回的 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失去亲人之后 能够抚平伤 抚平伤痛 这一生都不可能抚平 所以说这个医院是有问题的 你们三个人说全是仇人 你们三个人全是仇人 你们三个人全是仇人 9 8 7 6 对 4 3 2 对 还说呢 其实证明上写的是十月一分 谁 证明上写的 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事情 就对于我来说 是我完全没有发现任何针对真院长的现实 因为都是好的医生 还有核患者 白患者 还有鬼 不是鬼 鬼大妈 他们四个人的恩怨